千萬超跑一台接著一台 飯店門口一字排開 豪門世紀婚禮氣勢非凡 戴著墨鏡帥氣亮相 藝人張勳潔首次挑戰八點檔 飾演高富帥的公子哥 才一出場就動用兩台 勞斯萊斯和八台超跑 總價值超過三億 大陣仗要娶的人是他 一身大紅禮服 楊曉禮同樣是八點檔 處女秀 才剛確診康復 就回歸劇組 看似柔弱的他 要對上難搞的惡婆婆苗可麗 熟悉的經典口頭禪 可惟十一年 苗可麗重返八點檔 幹練的女常人角色又回來了 連演他兒子的張勳潔都緊張 承黃承孔 戰戰兢兢啊 很怕被可惡姐罵你去死啦 你是我兒子 我怎麼會可惡 很擔心自己的臺語 現在用台語說 我現在用台語說 我怕我台語不會練 第一次延八點檔張勳潔還特地請台語老師 練台詞 嗆辣女王苗可麗回歸 罵人喬斷 讓粉絲好過癮 三地新聞 謝文翔 光臭 孫小組 桃園報導